大家好,今天分享的文章是 人生本来就很苦,不要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生活其实不易,总会有一些烦心事纠缠着自己 到了一定年龄,没有谁是活得那么轻松 成年人的世界,其实没有容易二字可言 人生本来就很苦,不要再自己为难自己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生活幸不幸福,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生活是活给自己的,别总是去讨好别人,委屈自己 谁都有无助的时候,谁都有崩溃的时刻 可是收拾好心情,还是要继续前行 自己的情绪,自己稍稍释放 表现在别人面前,就会被人当成一个笑话 人生的路上,一定要学会自己安慰自己 只有放空心灵,才能让自己感到轻松 有些时候,换一种心情去看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还有着很多的美好 余生不长,别总是给自己寻找麻烦 这世上本无烦恼,烦恼皆是由心而生 你在意的多了,纠结的多了,烦恼自然也就多了 其实这世上很多烦恼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 余生不长,别总是给自己自寻烦恼 人要学会知足常乐,心快不快乐 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内心 如果自己心无杂念,就没有人能够给你烦恼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与其羡慕别人的幸福,不如过好自己的生活 或许在别人眼里,你也是羡慕的对象 生活总有艰难,我们要微笑着去面对 这世上,只要内心坚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要心太好了,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心烦的时候,学会释放自己的情绪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呐喊 听一首清缓的音乐,平复自己的情绪 别总是在烦恼中折磨自己 人活一世,烦恼太多 若是你不去纠结,就没有烦恼 若是你不去计较,就会多一些快乐 烦恼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 何不让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 你若不伤,岁月无恙 你若不烦,谁又能让你心烦呢 学会用一颗淡然的心去感悟自己的人生 一个人的内心越是平淡,就越是能拥有幸福 内心简单,烦恼就少了很多 静心,独处,能让你领悟很多道理 学会用一颗淡然的心去感悟自己的人生 人生其实就像是大梦一场 醒来后,一切都成了往事 善待自己,善待身边的人 你就会拥有很多的幸福 自己的人生,自己读懂就行 人生苦短,别总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每天微笑着去面对一切 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事情能让你心烦 命力有时终须有 命力无时莫强求 一切随缘,顺其自然 心中若是拥有美丽 就不再去计较得失 人生本来就很苦 不要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好,刚才分享的文章是 人生本来就很苦 不要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来源网络,感谢收看